來一輛! Gullet Time C 搭配器 這個是新的,這個是比較瘦小的 網紅啊,他們是用這一個鎖在 摩托前面,就用這個來拍抖音啊! 這邊有一個很小的圓圈的螢幕,可以給你們 看你們到底在拍什麼東西啊! 其實不用看啦,因為360度無時角 Insta360 啊,打開來,它是這樣啊! 這邊可以給你裝東西 哈哈哈 它 因為本身也是有一兩X啦! 它就沒有這樣重 這個比較重一點 然後這個也比較厚一點 手一拿就知道這個是比較重的啦! 我打開來看一下,哦!還有電!還有電! 哇塞! 開罷了!開罷了! 啊,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屏幕 是觸控器的 它也是本身有那種 Stabilizer 的功能 Type-C 哦,它這個變這樣子 哇,電池 之前 1X它的電池是沒有這樣大的啦! 這個是可以講,佔據了一半的空間 哦,原來是這樣子 然後它的記憶卡是在哪裡放咧? 下面這邊 電池它這邊有寫up 所以你不會弄錯,不會倒反 我現在有Insta360 ONE X2 一定要安裝它的APP 它才能夠給你開啟 等下我就用它來拍一點點的畫面給你們看一下 其實還有這些東西,accessory 已經鎖上去了 變它有一個power button 如果你沒有電的時候啊,你可以直接這邊這樣拉出來 這些accessory,我會放一些特寫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非常簡單的開箱 這個要是在用來拍複製的 這一個有點難性 但是在用來拍複製的 然後可以用來拍複製的 把這一個大型的放到 它在用來拍複製的 去到那裡 然後就直接來拍複製的 然後就很容易 也有一個好 所以在一種更多的 這個作品 是一種東西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OK,现在我就是用这个 Insta360 ONE X2 它的原装的麦, 装上这个Selfie Stick 你们应该看不到这个Selfie Stick 咖啡都算罢了 所以盲人也可以用 Insta360 сообщ 就是有症有距離,有什麼小孩要欺負他們, 呵!不會有Insta360! 哦!這個就是好像那種, 行車紀錄器這樣子啦! 不會啊!他們眼睛看不到嘛! 這次他錄了,他講看咧! 他講警察伯伯,我感覺到, 我感覺到有人要欺負我! 感覺到有人欺負,然後拿那個Insta360給警察啦! 如果能夠到飛機了哦, 第一個要去的地方是哪裏,你懂啊? 台灣啊!我答應了那個阿傑, 如果我能夠搭飛機的話啦, 沒有去台灣啦!我要刪除掉我的YouTube! 現在就是要 他錄了過後,他就不會有好像, 突然間半路失火這樣子的問題,對嗎? 應該沒有問題啦,因為 正常的引擎是不會這樣子的嘛! 所以不是調節的問題,是引擎的問題? 調節走掉! 哦!有可能,有可能! 那種現象會客壽的現象, 應該是油太多,他哏到! 猜而已啦! 這是我的經驗,我猜啦! 我猜啦! 哪裏有夠辣椒在這樣? 哈哈哈哈 你有看到那個··· 那個什麼,C-Live有一種天使來的··· 你椅子有喬前嗎? 椅子喬前? 哦哦~~~ GG 可以啦!你勉強還是夠得到嗎? 對呀,但是這個就不能夠 太緊了,不然你身體不能夠向前嘛! 如果你要安全,不要擋緊緊的話 這樣這個就要可能再改一下哦? 可以凹凹 要再改,要再改 沒有變哦,那邊沒有位置,那邊會頂到椅子 你看你坐在前,他拉前氣,不是那邊就沒有位置了 然後你裝在那邊,那邊會打到哦,你知道嗎? 拉油彈是嗎? 飛過去拿的油彈 OK嗎?這樣感覺好像有文化 什麼文化? 有跳舞的感覺是OK的! 一個層次做旁邊,幫我拉那個衣服! 拉! 可以啊,可以啊! 很好! 現在就是要跟這個電板說拜拜了 這個也是要賣掉了 我們要升級 第一個步驟就是把這些舊的全部拆完出來 不需要剪,就是拉完出來 因為這些是舊的 實際上很多人可能 他們下電板叻,他們是從裡面那邊剪了 然後再借新的電板 但是我們不這樣做啦! 我們因為考慮到說這種電線可能很久了 所以乾脆就直接換過啦! 你會的嗎? 啊,Johnny講哦,看到有什麼就拉出來就對了哦! 嗯?這樣緊啊? 剛才Johnny有講一個故事 Eddie猜他剛開始學的時候 他不會,他就是一壓 這邊直接 把那個盒子這些頭 給壓斷啦! 實際上這些頭還可以買的,不用擔心! 那只是浪費錢嘛! 這個都還好好的,是不是? 所以我們盡量就不要把這些東西弄壞! 能夠拆就拆吼! 嗯? 你拆這個東西可以不要這樣多聲音嗎? 哎喲! 要有聲音才有力! 哪裏? 大家在看門出現的時候,哈! 哪裏有這樣? 靜靜哦! 拉桑,我有練過武術的 很辛苦耶! 你給阿財聽到! 阿財沒有看我影片的! 唉,拆不到! 阿財咧! 他講辛苦耶! 很辛苦啊! 你這樣子吹吹,要有勞力啊! E-Manage Ultimate Tiki Bag 目前,有人跟我預約了啦! 不懂他會不會要買啦! 如果他不要買的話叻! Johnny校長也是會說有人要啦! 所以應該會交給他 原裝電板不用了吼! 也是拆了吼! 來,拆完它了! 所以這些,等下也是要拉出來的,因為 沒有用到了! 真的沒有用到吼! 他Aircon會不會用這電板控制的啊! 不知道我管他啦! 拔出來來打算 蛤? 這個哦! School driver 拆它出來吼! 這個? 沒有啊! 應該沒有用到吼! 有沒有看到咧? 在拍攝的時候,我已經默默地做工 差不多一個小時了 這一個小時,我就是在拆拆 拆這些引擎充電器的東西 全部插頭都拉完出來 Clank Angle Sensor Border Body Sensor 都拉完出來了 所以只要是接線的地方拆掉 因為這些都沒有用了! 要換過了! 像我們YouTuber,笨手笨腳 就鎖出來了吼! 怎樣拔哦,拔不到耶! 蛤? 不懂怎樣拔哦? 我聽到了 這隻拉罷了啊? 這隻拉罷了哦? 有了有了有了! Hansan,你的手都黑了! 誒有機會哦! 謝謝你! 你這樣,今晚這個能夠開始車了啊! 有了,你要看到那個 殺我的車就有了,傳你的車 這樣拉拉一下,這樣接接一下 就可以了嗎? Socket你有了嗎? 有,這邊剪一下,接一下就可以了 你不是說要買新的? 沒有啦,不用啦! 我覺得我這樣子看過去,那些Socket還新 這樣子看過去,怎樣看我不懂 如果有人說,HeewaySang 我也要你幫我換電,把我給你工錢一千塊 只是拆罷了 不要! 一邊拉進來 哦,看到! 哇! 找到了,找到了! 等一下,等一下! 拉!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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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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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現在晚餐時間,幾條男人不吃晚餐 先把電線抽出來先 看到阿劉這麼賣力嗎? 有平時有做勁,體力好,還有重點 哦! 今天就是這樣,沒有做什麼 就是拆那些引擎盤 就是這樣 明天有做的話,就是把那些線裝上去 非常感謝,古敬一位車友 他送我這個RBS5的Intac Manifor 我們來開箱一下 這位朋友叻,他本身也是有一輛Sepiro 他是跟我講說,他因為要更新去RB26 所以他就沒有用到這個啦! 是怎樣的咧? 這樣煎的? 被割到了 哇塞! 我本來啊,想要買這個Intac Manifor 我在Shopee上面也是有看到 但是啊,這個Intac Manifor 好貴! 沒有錯的話,差不多900到1000塊 為什麼要買它叻? 因為它是... 哦咦? 它這個全身體的頭,它是往下的 看到嗎? 我看一下看一下 哦,慘咯! 第四... 做人家已經炸了 要這邊進 要這邊進啦 其實有網友講說,因為我一直吐槽嘛 講那個Nissan的設計師 睡覺沒有做工 那個Intac Manifor 在中間做Trotter Body 要給它的空氣進去平均 實際上 你看這個... 也是這樣吼! 最後一個 你看也是小啊! 這樣子就表示它第六立火是 空氣進比較少嘛 你們留言告訴我 這樣這個不是不能夠用? 不能夠用咯! 我要感謝這位朋友啦 CN John 非常感謝你 送我這個價值 900到1000塊的Intac Manifor 那因為現在 我剛剛改好 我的那個Intac Manifor 我先用這先 因為 如果要裝這個Intac Manifor 我的intercooler pack 又要切又要再改啦 所以是有一點麻煩 我先把我的車弄好了 好了之後 我再來改這個上去 因為啊! 這個 它的那個 做東西都很方便 比如說 油嘴,你看! 它就在上面 你可以很容易拆 很容易裝 謝謝! 謝謝你們的支持! 我會盡我的能力 把這個YouTube做到最好 拍更多汽車改裝 汽車改裝分享給你們看 那就不辜負你們的期望 現在 就要準備開始 弄這些 輪圓的東西啦! 因為六粒火的跟四粒火的 有些頭也不一樣 I love free 不是嗎? 不是嗎? 我是幫忙收拾到的 咦,我啊!做得很好啊! 啊,怎麼請看上一個影片 怎麼鬼? 什麼鬼? 誒,我結束而已 我怎麼上一個影片咯,我不懂哦! 呃... 是稍微有一點亂而已 有一點亂 有一點啊! 阿力咯! 大家好! 車輛開箱! 今天做了一點點, 探接,也沒有做到··· 很多東西啦!主要是來這邊閒聊, 閒聊的時候就順便坐車啦! 因為我們畢竟也不是專業在做這些東西, 我們只是業餘罷了! 看到嗎? 這個你要感謝這個古徑的帥哥! 所以這個裝上去叻,這個整個就會在下面 然後它這個就往下,所以 托車身體就會在下面這邊,比較好看啦! 這個你看到這個洞啊,擦油嘴的地方啦! 所以這個就方便很多! 萬一你要擦油嘴叻,擦起來就可以了! 哎呀,早知道有人給我,我就不用切了啦! - 出發音機器就好! - 出發音機器就好! - 出發音機器就好! - 後面的那個閃電器就好! 哦~~~ 啊~~ OK,為什麼我要在我的 CAS上面,鑽一個洞拉電線呢? 是因為···